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2022录剧《人气王》比拼王一博扭转面摊演技对绝王贺帝无垒 王一博积极转型演技派 以去年录剧《冰与火》角逐2022年录剧《人气王》 他与梁朝伟、又图合作的大片《吴明》 也将进攻中国春节当 左取自《冰与火》微博 又取自电影《吴明》微博 中国流量小声王一博去年在电视剧《冰与火》演出陈宇一角 与陈晓共同缉毒 虽然不少网友认为陈晓演技略胜一筹 但王一博想转型地用心显现 近来,王一博入围2022年录剧《人气王》 将与王贺帝、无垒争人气王 这对王一博演技显然是大大的肯定 而王一博与影帝梁朝伟的谍报大片《吴明》 也将于大年初一在中国上映 近来他受访表示与梁朝伟打戏拍了九天 谈言自己表演经验不足 但有圈内制片人看过视片后 经验表示他非常会演戏 王一博去年只有电视剧《冰与火》播出 去年整体声量不如无垒 王贺帝等崛起的流量小声 王一博的粉丝无不为他着急 但近来公布的人气男爵入围名单 为他争了一口气原本 《冰与火》刚开播时 王一博又因面他演技饱受争议 但也有网友认为他突破过往 表现比预期还好 日前中国数据公司库云互动公布 2022年录剧《人气男性角色》入围名单 王一博平 冰与火 年轻警察陈宇一脚入榜 其他入围者还包括王贺帝 苍蓝绝 东方青苍 吴磊 新汉灿烂 月升沧海 林不宜等人气男爵 得主将于2月公布 王一博凭借 冰与火 陈宇入围2022年录剧《人气男爵》 将与众一线男星较劲 取自微博 此外 即将进攻中国春节档的谍报大片 吴明 除了影帝梁朝伟与王一博单纲主演 还有影后周迅 黄磊特别出演 加上胡歌前女友江书影 因点燃我 温暖你爆红的张静怡都有演出 被中国电影圈视为今年开年最重要的商业大片 也是王一博能否翻身演技派的重要作品 吴明 集结演技派大咖 影帝梁朝伟 影后周迅都是本片亮点 取自电影吴明微博 日前 王一博受访坦言自己的表演经验不足 透露拍摄吴明 与梁朝伟的重头打戏前 两人排练两三天才正式开拍 没想到还是拍了九天 他透露与梁朝伟对戏压力很大 一开始不敢用力打 在导演鼓励之下才渐入佳境 王一博朝演技派努力精进 吴明 苦练台词狂学上海话 静怨表现连导演也惊艳 取自电影吴明微博 不过 导演表示王一博是 吴明 第一个定下的演员 赞赏他静怨又用心这次 王一博为甩开面摊演技骂声 不但勤练台词 学上海话 打戏坚持不用替身 坠楼镜头也亲自上阵 吴明 预告片花曝光后 许多网友惊艳表示他眼神有戏 肢体语言带感 连枪战 徒手打戏等动作戏都很精彩 连王一博另一部代应新片 热烈制片人陈芷熙 在看了试片后 都表示我只能说 王一博在这里帅爆了 会演戏 会演戏 非常会演戏 不用质疑 没想到 感谢观看 别浓 Jen 担心 稍免 nothing приз 我 不 3 编